这个人犯高空抛物罪 判处拘役五个月 缓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南京首例高空抛物案在南京市七峡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 2021年9月30号晚上10点左右 余某某因家庭所事和丈夫发生争吵 过程中将家中一台电视机从五楼阳台扔下 砸中了楼下停车场中的一辆白色轿车 事情发生后 余某某主动报警 找到了车主徐某 赔偿一万元 获得了徐某的谅解 对方在摔东西 我想以这种以报之报的方式来阻止他的行为 所以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高空抛物的法律意识 就情绪激动把电视扔下去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 我觉得我扔电视的行为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然后给社会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2021年12月31号 南京市汽车区检察院对余某某高空抛物罪提起公诉 最终法院认定余某某有自首勤劫 积极赔偿并取得了谅解 适用认罪认罚检疫程序从宽处罚 2021年3月1号 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 高空抛物也正式入行 法院希望通过该判例提高大家对高空抛物的重视程度 共同维护头顶安全 因为我们现在城市高楼林立 人口比较密集 这个高空抛物行为极易造成这个社会危害秩序的这个一个影响 虽然大多数的被告人实施高空抛物行为 并不是主观上是追求这样一种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 有的是比方说是猎奇 有的是泄愤 有的是这个觉得好玩 但是呢 客观上都对这个公共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 不过法律的规制之外 也希望这个更多的社会公众能够参与 从自己做起规范自己的行为 同时也规劝身边人杜绝不文明的行为 再来看个邻居斗发的 在福莲永州两队门的两夫人家门口 一家放了一队狮子雕塑 一家夹齐了一队大袍 互相对道气 哪个也不然 当地存改部表示 实际已经协调了很多次了 但是两家都表示要对方协车 俺是叫做了一年啊 这个对道改的景象 一度还成了当地的汪红大咖店 今日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 狮子和大炮已经被通事切除了 网友调开 最终还是切切赢了 12月16日 重庆警方通报一起交通事故 12日晚 李某与朋友喝完酒叫了代价 途中 李某认为一辆汽车挡住了去路 下车查看驾驶员不在 副驾驶也不会开车 于是李某头脑一热 钻进驾驶室帮忙挪车 因为操作不当 李某刚开出几米 就冲下了两米高的宝坎 索性下面对着水泥河沙 有缓冲作用 李某及副驾驶乘客均未受伤 经判定李某负全责 而保险公司有权对酒驾发生的事故拒赔 最终李某自掏腰包赔偿4万元损失 此外李某还因酒驾被罚款1000元 驾驶证继12分暂扣6个月 今年6月江苏南通一位67岁老人 在超市中偷拿了两个鸡蛋放在裤兜 结账时老人被工作人员拦下后不幸猝死 老人家属事发后将超市告上法庭 索赔38万元 崇川区法院认为 超市员工拉住老人衣袖等行为 并未超过合理限度范围 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 老人的死亡系自身疾病发展所致 超市方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和基本的救助义务 老人家属称已提起上诉 超市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尊重法律判决 因为你 你们的介绍 我是别人的小三 怪别人家庭 你们没有一点歉意 我在张亚网交了10800 是想在张亚网找到真爱的 结果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别人的老公 两个小孩的爸爸 让我被迫成为了一个 破坏别人家庭的人 我是通过抖音发现的 他给别的小孩点赞 然后我点进去看 发现那个人是他老婆 就是那个时候 我才发现我被小三了 这名男子是小龙通过真爱网 在2020年8月份认识的 两人认识不久之后 便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 那么直到2021年底 那么小龙也是通过刷视频 才知道原来真爱网介绍的 这名男子是有家庭的 并且还有两个孩子 更让我气愤的是 就是平台在介绍他跟我认识的时候 他的那个第二个小孩是在 还在他妈妈肚子里 他当于是他老婆还在阿胎怀孕当中 我跟我老婆快离婚了 后来又到整个网去认识了他 你当时还没离婚呢 我知道啊 你这样伤害了 既伤害了你自己的家庭 也伤害了他这一年多 对我自己知道 你老婆现在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跟我老婆 我没跟他说 你还瞒着他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被你老婆发现了 他可能变成破坏第三者的这个人呢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孩子的 这个名字是有多重要 我说我完全再说吧 虽然说这个男的也有错 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真爱我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 我不可能跟他认识 如果他们在前面 就能够审核 审核清楚别人的资质 那么也不可能出现 现在这种情况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 你们如果前期都合适好了 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都会在平台这么发现 你们这么专业也发现不了 之前为什么没有就是核查到 这个男士是已婚已逸 而且是 这边的话呢 是这个男士 这边的话呢 进行刻意的与隐瞒 刻意的与隐瞒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2000年以前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接入这个 这个审核体系系统 那您的意思 是不是指在2020年 我们平台 在这个资格审核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空白 或者是漏洞在这里面的 如果说有会员 刻意隐瞒 恶意隐瞒他的资料的话 那对于现在企业来说 确实是有一些 很难的一些痛点 已婚还是未婚还是第一 户口本上内栏 只要他拿过来 你就都能看得到 这个还要怎么样 合谈 这非常简单的事情啊 就像您刚刚这边所讲的 因为就是民政系统 公共安局 他们也是没有说 完全去联网的一个情况 怎么可能 哪个地方还没有联网 户口本怎么可能 没联网 这个您可以自己去核实 等了网上来 我要是好的年纪 从来到后来的现象 就没问我这些东西 就没问我这些东西 那你等于也还是冒充地 单身来跟这个小龙接触了 这个有些地方骗了他 这个我承认的 之前他所讲的那的费用 我们这边也会进行退还 同时的话呢 对于就是男士这一块 我们也会进行 法律方面的罪责嘛 一名女性 在这一段恋爱关系里面 投入了一年多的时间精力 您觉得就是 推费就能把这些事情 对他的这个伤害 来进行这个弥补吗 对于这个赔偿部分来说 对于会员的话 也可以去起诉这位男士 起诉我们都是可以的 平台说要去起诉那个男的 我就想看到他起诉这个男的 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我就是想知道 他跟这个男的 是不是他们的婚托 不然为什么一个已婚已遇的 能够通过他们平台的审核 来骗我们会员的钱 有考虑过斯基奈娜的家人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老婆 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就是 我们下期的 我应该怎么办 真的很大 对于是 感谢